大家好,我是中兴大学国家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季何军老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关公共人资与法治的相关概念 主要围绕最近两个公务人员服务法的修正 第一个是公务人员服务法第三条 有关于下级署关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服从义务的修正 第二个是有关于公务员服务法第十五条 禁止兼职的相关规定的修正 首先不管是公务员服从义务或公务员的兼职禁止的规定 主要都是希望公务员能够依法行政 核心的概念是行政中立的这样的概念 向外扩散包括于公务员服务法的相关规定 公务员任用法 公务员惩戒法 公务员保障法 公务员考机法 奉级法 退休之前抚恤法等等 这边有一个例子用来说明公务人员服从义务的问题 建管机关的长官明知建设公司 于住宅区申请兴建的建筑物 依照都市计划细部计划审议原则第16点 应该自建筑线向内退缩至少5公尺后才能兴建 换句话说才能核发建造 不过不知什么原因 长官依然施压承办人 要求其违反建筑法第48条第一项的规定 直接核发建造 当承办人听到长官对他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承办人应不应该直接就服从长官的指示 这是一个公务员服从义务的很重要的议题 也是常常出现的相关的议题 现在很多公务人员常常会遇到一个困难 如果长官的指令确实有一些 自爱难行甚至违法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公务人员服从义务 主要来自行政议题的原则 换句话说长官对于属官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所以属官有义务要听从长官的指挥 公务人员服从义务要符合哪些要件呢 第一个长官需要地域跟事务的管辖权 这个是指长官对这件事情要有法定管辖权 他不可以越过法定管辖权去做指示 第二个执行命令的属官呢 也要有相同的管辖权 因为如果你对一个没有法定管辖权的属官下命令 他再怎么想要服从他也无法去做 第三个长官的命令下达呢 必须符合执权行使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今天命令下达只需口头方式 那么长官用口头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法规规定 你下达命令必须要用书面 若是只是用口头的命令方式的话 那么属官是可以不予理会 第四个 下达的命令是为了职务上的目的 以本案来讲 这是一个建管的例子 长官本身是建管机关的长官 他所下达的命令跟建管事务有关系 所以他今天所做的命令是符合职务上的目的 第五个要件很重要但一般很少提到 就是长官要提供足够的资讯 以示对执行命令的人负责 什么意思呢 就长官要明确的告诉承办人员 我为什么要你做这样的事情 过去曾经发生过 长官为了规避一些法律责任 他用签柄在辩条纸上写下命令 然后服帖在公文上 等到属官执行以后 他就把辩条纸抽走 导致后来发生法律争议的时候 属官一点证据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举证 今天这个事情是长官对他的指示 所以长官有没有这样的指示 属官必须要能够证明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求说 属官要能够知道长官下达命令的理由 第六个 命令需非显然违法 长官对于他的指令或者职务命令违法时 属官是否有服从义务 学说上有三种见解 绝对服从说 相对服从说 跟陈述意见说 反面的说法就是 属官对长官的命令的违法 有没有一个审查的权利 一般见解认为 属官对于长官的命令是否违法 他没有审查的权利 他应该要服从长官的命令 但是命令显然违法时要如何处理 一直都有争议 旧的公务员服务法第二条规定 属官只能对长官陈述意见 似乎是绝对服从说 后来公务员保障法 以及公务员服务法第三条新修正之后改成 公务员对长官的命令 在接受范围的命令 有服从义务 但是如果认为命令违法 你应该要付报告义务 就是向长官陈述说 长官您的命令是违法的 如果长官认为他没有违法 就应该叫长官以书面署名的方式下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请长官白纸黑字写下来 写下你的理由以及你的名字 这名是长官叫承办人员去做 这边有一个诞书 大家要注意 如果这个命令违反了刑事法律者 公务员无服从的义务 所谓违反刑事法律者 公务员无服从的义务 主要还是看他是不是明显违法 现在新修正的公务员服法第三条 针对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的 服从义务 改采双重保障机制 一方面是报告义务加书面署名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保障下级公务员不会去执行显然违法的事物 回到本案来说 承办人员既然知道长官的要求是违法的 那他应该先跟长官主张 报告长官 请您的这个命令似乎有些违法 如果长官依然坚持没有违法 就应该请长官与书面的方式署名 来证明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指示 若是长官不愿意书面署名的话 承办员可以不予服从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讨论 公务员服务法第十五条的修正 有关于兼职禁职的新修正规定 假设一位检任十一职等的副司长 对于其公务职长素有专精深或学界好评 因此受聘于大学经济系 每周二的晚上在进修部开课 共计两小时 是否违反公务员禁止兼职的法定义务呢 一般而言 公务员如果在正常的上班上课时间 他只能在外兼职四小时 不过在这个例子里 副司长现在是在夜间兼职 属于公务员时间 而且只兼职两小时 是否违反公务员禁止兼职的法定义务呢 首先合法兼职 第一个必须考虑的是 该兼职是否需要经过服务机关事前同意 那么服务机关如何来认定 这个兼职他可以同意呢 主要的判断的方法是 这个兼职是否与本职的性质或尊严 发生冲突 什么是可以兼职呢 包括下面 法定兼职公职 依法令兼职的认证职业 依法令兼职其他反复从事同种类行为的业务 兼任教学或研究工作 兼任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或团体职务 这些都是服务机关可以同意 那不同意的情况包括哪些呢 依照权序部 公务人员兼职同意办法 包括以下的这些类型的不可以同意 有泄露公务机密之余 有违反公正无私行政中立之余 有不当动用行政资源之余 前一年度考机或考评为比等 有违反法律或命令规定 或者是其他对公务人员名誉 政府性欲 公务人员本职性质有妨碍或利益冲突的行为 这些依照公务人员兼职的同意办法 都是不可以同意兼职的 此外有一些合法性的兼职 它其实是无需机关事前同意 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 经服务机构或上级机关认为 是属于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范围 第二个 各级公务人员协会的职务 第三个 各级公私立学校教师 经学校依法令同意 借调到机关机构服务 因返校义务授课的情况 担任各级公私立学校学生家长会的职务 住户身份担任管理委员会的职务 或管理负责人 另外呢 有一个概括授权规定 其他经全序部会商行政院人事总处公告的情形 这些个点呢 如果你是有兼职 但是无需先经机关事前同意 公务员服务法第十五条的修正目的 原则上是禁止公务人员兼职也禁止兼聪 希望公务人员能够专职于他的职务 所谓的公务人员不可兼职呢 主要是指反复从事同种类行为的业务 若是符合这样的业务呢 都属于兼职 回到我们这个例子 如果你是在法定工作时间外 所谓的公余时间 你要做这种其他的社会公益性职啊 或其他非经常服务性的工作 而且未影响本职工作呢 如果经由服务机关同意 那么你可以兼职 如果你兼任教学研究工作 或非以盈利目的事业或团体职务 这个时候要看你有没有报酬 有报酬的话 应该要经服务机关事前同意 如果没有报酬 也没有影响本职工作 那么就不需经过服务机关事前同意 即使你有法定工作时间之外 从事社会公益性的活动 或其他非经常性持续性的工作 且没有影响本职工作 又或是兼任教学或研究工作 非以盈利事业目的团体职务 没有报酬 也没有影响本职工作者 虽然不需经服务机关事前的这个同意 但是应该先事前的 报请服务机关被查 让服务机关知道 你有在从事这样的事物 若是在公余之外 法定工作时间之外 你依照个人的才艺表现 获取的相当的报酬 获得了财产上的处分 例如智慧差异权 肖像权等 你是可以享有合理的对价 最后所谓的兼职行为 必须对于公务人员名誉 政府性欲或其他性质本职 不可有妨碍或利益冲突者 才可以同意 以上就是最近 两个公务员服务法 最重要的修正 提供给各位市府同仁参考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